也许人生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放弃,又不断得到的过程,放弃,不是怯弱,不是自卑,也不是自暴自弃,而是在痛病思痛后做出的一种理智的选择,有最好的自己,等对的你,这才是最美的预解,人生如露,要有耐心,永远不要去羡慕别人的生活,即使那个人看起来快乐富足,永远不要去评价别人是否幸福。 即使那个人看起来孤独无助,幸福临人饮水,冷暖自知,你不是我,总之我走过的路,心中的怨与苦,那些我们抗拒不了的,无法改变的,却又让我们亏不成军的东西,就将做命运,有吃,有喝,一起玩,这叫朋友,没吃,没喝,照样玩,这叫兄弟,或者简单的生活,活着,去让善待自己, 花一些时间,总会坎情一些事,用一些事情,总会坎情一些人,不管爱情,友情,亲情,都是一岁起,一旦出现过裂缝,便很难恢复原貌,不论是谁对不起谁,那裂缝都如同两面人,一面伤人,一面伤己,一些事情,当我们年轻时,无法懂得, 当我们懂得时,亦不再年轻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